第四十五集 见到刘彻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 这两个朝中宿敌都不经一针 竟是罕见地交换了一番颜色 对刘彻他们都足够熟悉 这两个人进来是准备见到一个暴怒的天子的 都坐吧 还是陈娇先开口招呼 不论刘彻情绪如何 他始终是一抹淡然的微笑 整个人进得如一只争取 这一声出来 倒让两个众臣都有片刻的茫然 这才不分先后的明白过来 恐怕就是因为皇后在场 天子才显得这样镇定 比起刘彻来 这个不显山不露水 宠灌了后宫的皇后 似乎才是清凉店内最让人难以捉摸的人物 而比起窦英田丰来 恐怕他还要更得刘彻的信任 至少 刘彻这脆弱的一面就指向着他 窦英的眉头略略舒展了开来 可田丰的眉头却悄悄地聚拢了起来 王太后最近就被田丰烦得不行 王侯夫人也就罢了 现在连王侯本人也时常往常心店跑 琉璃就和陈娇要舌根 一进去就是两三个时辰 有好几次我进宫前去拜见 在殿门外等着 总觉得屋子里空空荡荡的 要过一会儿 太后娘娘才会和王侯夫人一起出来 如今常乐未央两宫 能算得上好人物的 也就是王太后和陈娇了 这两宫 当然也就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 只是娇房店 因为继承了太皇太后的遗产 上百个老宫人多年来训练有素 都是被太皇太后拿捏惯了的 陈娇待下又是宽严并举 还有处服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宫女坐镇 很多事就算无需特别交代 也根本都不会流传到焦房店外 带来一点风声 但长信店就不一样了 从以前开始 长信店里的消息 虽不说是原原本本地送到陈娇耳朵里 但也经常能在永相殿 朝阳殿中 听到一点风声 太后娘娘虽然身居后宫高位多年 但无奈身边 就一直少了一个像楚服这样 知书达理 手段百出 又对陈娇忠心不二 丝毫没有非分之想的大宫人 长信店里的管理 当然就要比焦房店乱上一些了 不过 真的密谈 当然也不会落到别人耳朵里 这一点手段 王太后肯定还是有的 不说别的 就是焦房店中都有几件低矮的密室 那是当年营建的时候 高祖吕皇后特地保留下来的议事之所 几乎天然就是给外戚们 同娘娘秘义用的 琉璃这话 就大有暗示五安侯 是在和太后秘义着什么行动的意思 自从太皇太后去世 宫中最高的靠山倒了 琉璃就算再想左右逢源 也应该知道 太后和皇后之间素来有些心病 虽然如今暂且还是相安无事 但也许终有一天 是会爆发出不小的冲突的 在这种时候 你想左右逢源 最终的结果 只能是两边都不把你当心腹 都不给你真正的面子 几乎是太皇太后去世的第二天 她就对陈娇特别殷勤起来 甚至在宫外 也疏远了和几个长公主走动的脚步 反而加快了和斗太主之间来往的频率 这可就有几分不行场了 太皇太后轰毙 对于斗氏陈氏来说 自然不是什么太好的消息 单单是斗太主的身份 就从太皇太后的女儿 变成了天子的姑姑 只看平阳侯府 这段时间内有多少门客来投 就知道朝野上下 虽然也都认可陈娇的受宠 但还是更看好天子自己的亲姐姐 毕竟皇后无出 真失宠也就是几年的事 可天子的姐姐 却可以当一辈子 也就是因为如此 陈娇对刘玲始终要显得特别客气一点 聪明人总是特别欣赏另一个聪明人 不过说起来也很讽刺 陈娇觉得他身边的聪明人 下场往往也都不怎么样 湾侯最近在朝堂上也许遇到了不少烦心事 陈娇就含蓄地说 会和姐姐商量 也受我提中应有质疑 两人对视一笑 琉璃自然也不会就这个敏感的话题多说什么 而是问起了陈家的婚事 听说贾寒将军近来在边关时有斩获 这倒是大汉的好事 就是这样一来 十三姑娘的婚事就又要耽搁了 她越是能干 边关可不就越离不开她 上回到陶音侯府 十三姑娘谈起来这件事 没遇见和用心埋怨您的痕迹呢 陈娇不禁玩耳一笑 她进宫禁剑的时候 提起来也是一脸的忧怨 才十四五岁的小姑娘 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嫁了 真是女大留不住 陈家好歹也是几十年的侯府 虽说刘飘嫡妻所出 就陈娇一个 但她的堂姐妹人却不少 个个也都很愿意和陈娇套近乎 尤其是这一年多以来 陈娇险居无聊 经常把她们接到宫中来说话闲聊 她的十三堂妹 就是其中比较得宠的一个 和寒烟的亲事也已经说定了几年了 下回到尚灵院休闲的时候 您带着她去走动走动 没准她就不这么着急了 琉璃就捂着嘴笑着说 很有几分眼波流转 巧笑奄然的意思 尚灵院不是还在修吗 陈娇也有几分遗憾 谁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得好 这几年来 我们倒经常去离山走动的 下一回过去避暑 温主也跟着一道过去吧 那声音便在陈娇耳边浅笑 顺水人情 以琉璃身份 就算陈娇不带她 她到太后跟前说几句好话 自然也可以互从随行的 不过 琉璃这几年间 也的确和京中不少大臣都打得火热 怀南王生的这个女儿倒好 为了她的造反大计 算得上是尽心尽力 担惊解虑了 陈娇不以为意 看她表演 也颇能解闷吗 后宫中平静了这么久 难道还不许我无聊吗 自从卫女去世 刘彻又一心一意 把心思投入到了匈奴边市上 后宫中也的确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尤其是马一只为后 边市频频告急 匈奴人大有引马罢水的意思 刘彻又哪有心思 挑起后宫中的纷争 有时候忙起来 十天半个月连女人都不要 听说兴致来了 就让那些美貌的适中暖头们稍微服侍 一旦缓和了兴致 便立刻又去翻看文书 找人开会商议了 这么大一个帝国 牵头万绪多少事情 就算斗阴田风也都是能人 但他们自己又不是没有纷争 刘彻又刚轻正 正是热情最高的时候 恨不得一天有二十四个时辰可以用来忙 连陈娇要见她 都要自己去清凉店里 她哪还有心思 和几个完全陌生的美人 去培养所谓的钟情专宠 太后有时候心疼儿子 在长信店里安排歌舞让她去看 她能挑中一两个美人 宠信完就望在脑袋后头 就算是给太后面子了 她忙 陈娇的日子就安闲得多了 长信店那里 她是没有断过走动的脚步的 不过现在陈娇身份摆在那里 在做劝善事善的事 太后自己都不自在 她几次劝说之后 陈娇也就顺水推舟 不过是日常带着两个孩子前去拜王 再偶然尽现一点石仙瓜果 也就算是尽到笑形了 十日久了 她真是自己都要无聊起来 只觉得百无聊来 时间还没有和魏子夫 朝夕相处的那几年过得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 古风言情小说 《出京无际》 送走了琉璃 她又派人到建章宫里去 天气暑热 小公主挂念舅舅 送一筐瓜果过去吧 魏家那里 自然也别落下了 说会照顾魏家 陈娇就没有食言 这一年多以来 魏家不知受了小公主多少好处 一家人提到陈娇 都恨不得立刻跪下来磕头道谢 魏家还扬言要给陈娇做个声词 倒是闹得陈娇一阵肉劲 魏亲要好一点 还没有这么无体投地 但平时提到陈娇 感激之色还是异于言表 陈娇就和声音商量 她虽然年纪不大 但办事老到沉稳 的确很有姐姐的风范 你说 魏家里哪个妹妹为好呢 就算现在感激撤股 这份感激 在魏清进入权力中心 成为手握天下兵权的大将军之后 必然也会渐渐淡去 没有哪一个政治人物 是只靠恩情来积迷手下的 尤其像是魏清这种层次的人物 婚姻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十七名年纪虽然小 但生的也算花容欲貌 最为重要的是为人机灵 和你的血缘又近 声音也很当一回事 居然不曾讽刺打趣 而是正正紧紧地说 但十五妹老成朴素 虽然找的没那么好看 可处世风格 却更适合做个侯夫人 谁更适合 就看你的意思了 随着时事推移 陈娇和她之间 渐渐不再像先生和学生 也竟不再像姐姐和妹妹 到了如今 就好像两个平起平坐的朋友 并且还是陈娇为主 声音为父 声音也就渐渐地 没有那样活跃了 和从前时时提点相比 如今她往往数日才出一声 连声调都是懒洋洋的 好像失掉了唯一的对手之后 她也就失掉了支撑 她的那股最为迫切的力量 疏疏懒懒的 甚至有了长眠不起的意思 你已经不需要我了 偶然间 她也会伤感地这样说 我还能帮你什么呢 陈娇却始终还是不愿放手 她时常会拽着声音醒来 和她说些无关紧要的琐事 其实有些事 她自己也能下个定论 已经无需声音地帮忙 但这些年来 她的存在 更多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就好比此时此刻 她在长心殿中 面对面色莫测的王皇后时 就已经习惯了声音 在她耳边轻声说 看来 天风口才不错 居然也说动了她 不是天风口才不错 陈娇也轻声回答她 是一山不容二湖 后宫中只能有一个主人 太后虽然地位尊崇 但现在的后宫之主 毫无疑问 依然是陈娇不错 这一战 倒是必无可避 迟早要来 前阵子 周阳侯献上了一对姐妹花 太后果然开口了 她笑着拍了拍手 据说是金心挑选的 生的一色一样 又都花容羽貌 我想阿彻最近事情多 心里烦躁 多几个美人 也能贫富她的心情 要是能够开枝散叶 那就更好了 来人 把王家姐妹带上来吧 她又对陈娇亲切的一笑 不过 阿彻最近实在很忙 也很少进长信殿来请安 就一直没有让她过目 今天你来得正好 得了空 就把他们带到清凉殿里去吧 陈娇不禁微微一争 却不是为了这一对所谓的美人 而是因为王太后出的第一招 居然就透了这么大的火气 王太后挑选的这对姐妹花 的确是如花似玉 并且生得一模一样 陈娇临地了半少 都没有分辨出不同来 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 身上有什么记号可以分辨呀 她就笑着问 这对生得一模一样的大美人 田圣能够找的这对美人 也一定是下过一番心机的 单单说长相 就都是鹅蛋俩 明眸善赖之鱼 身材还和甲鸡一样 走的都是跌宕起伏 山栏重叠的路子 比起魏子夫那种 单薄而怯弱的美 她们这种略带了野心的长相 显然也很适合刘彻的口味 最关键的是 两姐妹看着身体都很健康 在生育上 起码是要比魏女轻松得多的 两姐妹中的一个 便抬起头来 微笑着说 连爹娘都分不出来 我们自己也互相看过 的确是看不出一点不同 她对陈娇的态度就很随意 虽然不说是贫起贫坐 但也看不出多少 面对上位者的恐惧与卑微 也不知道是自持美貌 还是有意被交成这个样子 来投合刘彻的喜好 陈娇还没有说话 声音已经在耳边冷哼 哼 在脸上滑上一刀 不就分得出来了 虽然只是气滑 但进宫这么多年 见惯了美女 会对这一对美人这么介意 可见他们的美貌 的确是相当害人了 陈娇不禁微微一笑 这才合约的说 好啊 真是对美人 便转向王太后 亲切地说 真是难为母后 有心安排了 想来 阿迟是一定很会 受用这份礼物的 见王太后略微露出亚色 她话锋一转 又笑着说 不过 阿迟近来忙于国事 貌貌然羡美 只怕反而会打扰了 她的心思 你们叫什么名字 小女尚无大名 另一位大美人 音声艳遇 神色要比姐姐 含蓄一些 波光流转间 依稀可见一股淡淡的 矜持和冷淡 这两姐妹 虽然生得一模一样 但神态风情 却有很大的不同 家人说 此名留待天赐 野心还真不小 看来 天赐也真是下了血本了 陈娇不禁闽唇一笑 她拖着塞 又给了太后一个眼神 这才慢慢地说 那就先叫大姑娘 二姑娘好了 先跟着李延年 洗念一番歌舞吧 陛下要散心的时候 自然会安排你们 上前服侍的 这番安排 简直妥当地 无可挑剔 王太后就好像 吃了一口豆粥 满口粗力触感 还犯着微苦 令她感到这一口气 真是难以下咽 可对着陈娇 又只好端出一副笑脸 还要夸她 皇后真是贤惠 陈娇满不在意 好像这两个美人 就和永相殿里 所有的妃嫔 一样不起眼似的 她挥了挥手 母后 是不是该把他们 遣下去了 皇长子和小公主 就要来请安了呢 太后还能说什么 只好一心阑珊地 冲着对惊艳的大美人 挥了挥手 让他们退下去了 回过头来 就冲田风夫人发火 哼 早就说过 陈娇到如今 已经不是以色式人的身份了 阿彻宠她 就是因为她一张脸 她长得再美 逼得过后宫中 那么多新鲜美色 她会不知道 自己如今的身份地位 才拿这对姐妹花出来 就想让她自乱阵脚 简直荒谬 让陈娇献媚 其实倒也没指望 祭出他们 就能让陈娇 转瞬间失宠 只是太后 要说陈娇的不是 总也要有个话柄 自从她入宫以来 上士旧姑 下父子女 从没有做过一件错事 七出之条 除了五出之外 既是秋毫五凡 就是这个五出 也被刘兽给补足了 谢谢大家